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管理办法3月1号起正式施行 办法实施将对土地流转产生哪些影响 中国三农报道为您带来权威专家的解读 代表委员华三农今天来认识90后全国人大代表陈梦醒 新系乡村小微企业发展的他 今年将关注哪些议案 各位好 今天是2021年3月1号农历正月18 我是张成 一起打开今天的中国三农报道 3月1号 我国第一部流域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 法律贯彻了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等理念要求 为长江流域生态安全提供保障 日前 长江沿线多地执法部门 加强辖区域内重点水域的巡逻检查 确保长江上的各项生产作业合法合规 针对长江保护法中规定的 严格控制彩杀区域总量和彩杀传播数量 严禁在近彩区和近彩期从事彩杀活动 日前 湖南岳阳多部门向洞庭湖 沙石彩区人员宣传长江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江苏 承担着长江70%的航域量 同时 江苏全省80%的生产生活用水 也来自于长江 在江苏南通 公安部门也加大了对非法采杀的打击力度 仅今年以来 就侦破非法采矿案三起 打掉非法采杀犯罪团伙三个 随着长江保护法的落地 针对倒采江沙的打击力度 还将进一步加大 在长江张家港段 五艘海巡艇日前同时出发 吩咐辖区取水口 危险品亭博区 丁坝水域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 各船舶请注意 长江保护法在3月1日起开始实施 请各船舶不要再进止航行区域内航行 下一步江苏还将加大水体交接断面 水质双向补偿机制 监测点游过去的112个提升到245个 同时提高补偿金额 上游水质超标要对下游进行补偿 如果上游达标 下游反向给予上游奖励 这个制度的设计是指上下游对断面出现异常的时候 可以联合开展加密跟踪监测 尽快溯源 同时尽快落实地方的一个治理的责任 它是有效打破了行政的一个保护的壁垒 同时也有效推动上下游联防联控机制的建立 统筹协调 系统保护 是长江保护法的亮点之一 长江保护涉及到多个部门的协调合作 3月1号 记者从公安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全国公安机关打击长江非法踩杀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36名 涉案金额达1700余万元 今年1月 公安部专门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 打击长江非法踩杀犯罪专项行动 截至目前 已侦破各类射杀刑事案件85起 我们将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紧盯人传杀证案前6个要素和采波运销 4个环节 全面强化打防管控宣各项措施 坚决斩断非法踩运销的地下产业链 全力维护长江水域生态环境安全 为做好打击长江非法踩杀工作 公安部设立了24小时举报热线 010-6626-2044 并同步在中国警方在线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开通了私信举报 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 为遏制长江渔业资源枯竭 保护长江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法律支撑 全长6300多公里的长江 流经10个省份 有23万渔民在长江沿岸以打鱼为生 由于受到水域污染过度捕捞等因素的影响 长江流域生态功能退化严重 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 已经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 非法地用这个米混针 用这个颠簿 资源于补鱼少 所谓这个无鱼 修处现在鱼米 按照过去传统的捕捞方式 就没办法捕捕鱼了 鱼类资源已经到了严重的衰竭程度 统计显示 近年来长江渔业资源年均捕捞产量 不足10万吨 仅占我国水产品总产量的0.15% 不仅鱼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养殖鱼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更需要通过野生鱼的种植资源进行调节 每年的时候 这个养殖产量都在3000万吨历 三十两三代以后就退化 生长慢了 永远的病 它必须要靠长江的野生的鱼 来做青鱼 做中鱼 这个优量的种植资源 是在长江的自然中心来保持的 专家指出 保护长江不仅是保护长江中的鱼类 也关乎数亿人的饮水安全 更是改善人与江关系的契机和挑战 你还用于吃浮游动物 浮游动物是这个浮游植物 浮游植物利用这个领蛋 进行往后作用 整体系统 主要服务功能 是给大众提供清洁的饮水 长江保护法既是一部生态环境的保护法 也是一部绿色发展的促进法 专家认为 长江保护法重点解决了 以往长江保护管理体制中 分散治理的问题 专家表示 相比于单向的立法 长江保护法明确了 法律责任和处罚部门 在处罚类型和幅度上 都更为严厉 对长江进补监管执法 形成了及时而有力的法律支撑 在业法当中 对于收购 加工 销售 在保护区里面 或者在重点水域进步期间 非法不到的这些污物 它是没有法律责任的 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但在长江保护法当中 它就非常明确了 它的获值的金额的倍数 是倍以上 20倍以下来进行划管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原本的一个空白 专家表示 长江保护法最大的特点 就是把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国家战略 卸入法律 长江保护法从法律层面 明确制度后 下一步相关的配套制度 也将建立健全 让法律和制度有效落地 促进人与长江和谐共生 通过长江保护法的实施 肯定是生态环境 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善 我们长江母亲河 会继续来发挥 继承我们中华民族 继续发展的一个作用 3月1号开始 还有一批涉及生活与生产 等领域的新规开始实施 3月1号起 我国将全面执行 2020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调整后的目录药品种类更多 覆盖的治疗领域更广 不少疾病 比如白血病 患者需要担负的药费 也更低了 调整后的2020年药品目录内 药品总数为2800种 其中西药1426种 中程药1374种 新调入的119种药品 涉及31个临床组别 与往年相比 2020年医保目录 调入药品数量最多 汇集领域最为广泛 自此 我国医保目录中 西药覆盖52个治疗领域 中药31个治疗领域 基本实现了治疗领域全覆盖 我国医保目录连续三年调整 对于治疗重特大疾病的独家药品 主要采取谈判的方式 就是逢进必谈 国家医保目录谈 2018、2019、2020年 分别谈判纳入17个、70个和96个药品 价格降幅分别为56.7%、60.7%、50.64% 均达到一半以上 多轮调整后 医保目录结构更加优化 用药层次更加丰富 不仅价格下降 创新药品从上市到纳入医保的时间 也大幅缩短 2020年谈判准入的药品 从上市到进医保的时长 中位数为1.8年 个别药品甚至当年7月上市 12月就纳入医保 准入周期仅5个月 就在选药的时候 过去还有一个价格问题 有说顾虑 那现在不管从医生到患者 这个顾虑就基本上没有了 医保目录连续三年进行了调整 让疾病有药可治 让患者真正受益 陆勇 2002年8月确诊慢力白血病 需要常年服用抗癌药 隔裂位 2018年以前 一个月的药费要2万元 而现在 原研药和仿制药 都纳入到医保报销中 每个月是1197块钱 然后如果是国产仿制药的话 现在因为这个药已经进入积采了 积采的话 价格上每个月是1200多 你保在覆盖的药物 可能也只有几百钱 农业农村部颁布的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2021年3月1号起正式施行 农民日报药文部主任施维认为 办法的施行 对于保障粮食安全 乡村产业发展 以及农民增收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长远影响 农村的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就是针对当前我们的实际情况 以及我们改革之后的一些 相关的政策配套出景的 现在这个出台的实际 应该说也是非常关键 我们刚刚宣布打赢了脱贫攻击战 我们要全面转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办法明确 制止耕地非农化 防止耕地非粮化 要确保农地农用 优先用于粮食生产 这对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我们要严禁改变土地的这种农业用途 我们不能够闲置 不能抛荒 这是毫无疑问的 同时我们也不能说 我们这个地要拿去建房 建坟或者是挖沙取土 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另外种一些林果业和鱼业 虽然也是从事农业生产 但是对于永久的基本性农田 这一块也是要严格禁止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3月1号正式生效 协定生效之后 中国和欧洲的地理标志产品 可以实现互认 国内消费者将能够买到 更优质的欧洲农产品 协定也将有利于 国内的农产品到欧洲拓展市场 提高知名度 地理标志是识别产品 来源于某一地区的标志 据了解 协定妇禄纳入双方 共计超过500个地理标志产品 都是双方九福盛名 家喻户晓的地理标志 比如我国的绍兴酒 鹿安瓜片 安息铁观音 欧洲的香槟 巴伐利亚啤酒 帕尔玛火腿等 中方列入协定清单的地理标志 不仅涉及酒类 茶叶农产品食品等 还涉及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 宣纸赎紧紧等 中国特色地理标志 双方纳入协定保护的地理标志 不仅可在对方获得高水平保护 还可使用对方地理标志的官方标志 有利于相关产品 有效开拓市场 我们认为地理标志协定的生效 将为中欧的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 可以提升我们产品在欧盟市场的知名度 所以我们也希望企业还有地方 能够充分利用协定带来的机遇 扩大出口 近年来浙江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给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变化 最近当地又在升级改造村里的5G基站 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5G给乡村带去的便捷 这两天春耕被众开展之前 铜炉县鹅山乡正忙着升级改造 村子里的5G网络基站 随着5G技术下地步伐不断加快 鹅山乡的黄土地逐渐变成了科技田 在鹅山乡省冠村盗鱼共生试验田里 安置了各类传感器以及监视器 建立5G网络 村民可实时查看田间情况 足不出户完成精准投耳 环境监控 病虫害监测等一系列工作 原来我可能要拉罐签做布线 做铺设 然后会有很多的一些网络社的投入 那如果利用5G设备的话 我们可以节约很多的项目成本 基于5G网络的话就可以实现 我们的各个站点的各个角落 我们的每一个传感器 每一个主控主机的数据 都能够通过我们的5G网络 汇聚到我们的云服务中心 这两年 浙江省不断加快 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 村治理上网 村务服务上网 村民办事也上网 在于瑶市鹿亭乡卫生院 上庄村村民赵永远 正在5G云诊室接受远程诊疗 远程医疗服务中心的 于瑶市第二人民医院内科专家 通过云把脉 及时为村民提出诊疗意见 不仅是5G医疗 农村电商 智慧旅游 威尔教室 农村居民的生活 越来越数字化 这也带动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指数 不断上升 十四五期间 浙江将把数字乡村建设 作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突破方向 打造更多的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 应用场景 推动我们的乡村 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村里环境美了 发展旅游的基础就更扎实了 农业农村部日前表示 今年将重点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工程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建设乡村产业集聚区 让更多农民参与到 一二三产融合中来 分享产业增值带来的收益 得益于乡村旅游的发展 最近一段时间 北京市海淀区苏加陀镇柳林村 迎来了草莓采摘油的高峰 恢复到长年的水平 高峰期可以每日达到 四五十到上百人的这么一个规模 在苏加陀镇 除了体验式的采摘油 当地优美的乡村风景 也是吸引城里游客 分支踏来的重要因素 在江西万安县 当地利用油菜花 发展乡村旅游的同时 还将农民化融入进来 将田北村打造成了 农民化产业基地 给当地的乡村旅游 增加了更多的附加值 像这幅画给它装比较好 就是三四百块之前 在这里我还经常画一些 石头画 木板画 还有油画 在画画这一块 一年就有四五万块之前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按照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 2020到2025年要求 我国将进一步优化乡村休闲旅游业 依托地域特征鲜明 乡土气息浓厚的乡村特色优势资源 建设主导产业突出 规模效益显著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全国人大代表陈梦醒 是湖北省英城市的一名 90后大学生创业者 从农家小院到人民大会堂 陈梦醒始终惦记着家乡的发展 今年他将关注点集中在 如何吸引并留住更多人才 让家乡的事业发展得更好 陈梦醒作为来自乡村小微企业的 全国人大代表 今年他关注的建议 是希望政府发挥引导作用 形成企业与高校之间 产学研立体互动的创新氛围和环境 现在就是要结合乡村进兴 就是给我们的乡村企业 可能需要的人才可能更多 人才正是陈梦醒代表 今年最为关注的重点 他是在2014年回到老家的 为了改变当地传统豆皮 无品牌小作坊的生产模式 他收服乡亲们 引进现代化机械生产设备 不断改良制作工艺 同时采取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模式 拓展销售渠道 短短几年时间 推出的新产品已经销往全国 为了让企业更好的发展 陈梦醒又投资建设了新厂 扩大生产规模 同时带动更多乡亲就业增收 但他发现 人才的匮乏始终是制约企业 发展的难题 他多次线上线下走访调研 当地一些小微企业 以及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也向他反映了自己的困境 找不到人 也留不住人 没有人才的话 这个企业 说实话这个发展直不如意 陈梦醒说 与传统农业不同 复合型农业 需要大量的技术型人才 销售型人才 甚至推广型人才 他准备在今年的两会上 提出吸引留住人才 促进乡村振兴方面的建议 下一步就是我们国家 结合这个乡村振兴 能否将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上 教育医疗各个方面 将这些设施都真真实实地 配套到位 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 能吸纳鼓励 把这些人才 就能引到我们的乡村里面 来创业就业 近日全国各中小学和高校 陆续迎来开学期 从黄土高原的山顶小学 到千岛湖畔的梦幻课堂 再到首都高校的科研院所 新学期一时 不同形式的开学第一课 开讲了 三月一日清晨 只有四名学生的 甘肃省镇原县杜林小学 跟全国其他学校一样 升起了新学期的第一面国旗 2015年 由于异地扶贫搬迁 镇原县的不少学生 都搬到了安置点 杜林小学的学生 也从过去的一百多人 如今只剩四名学生 我们学校现在 虽然只有四名学生 但是学校的硬件设施 非常完善 多媒体教学设备 有图书室 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希望 那这些学校 这里只要有一个孩子在 我们就会一直坚守下去 三月一日 一堂以垃圾分类 保护美丽山村为主题的 新学期第一课 在浙江淳安的 富文乡中心小学开讲了 开学第一课 组织孩子们 那么在开学典礼上 进行垃圾分类的 一个挑战赛 我们要让每个孩子 从小去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为了鼓励学生 及其参与垃圾分类 学校还成立了自己的环保社团 把垃圾防好类 可以把垃圾变废为宝 还可以美化环境 开笼 浇水 播种 在这块中国农业科学院 科普教育基地里 农科院的研究生们 开始了新学期第一次科研活动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次强调 要加强种植资源保护和打赢种业翻身杖 这让种植资源相关专业的学生们 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也是希望未来咱们国家在植种种业方面 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杖 然后能在世界上 占有越来越多的 关于种业方面的话语权 继续来关注各地的春耕贝耕 随着无人机等设备的应用越来越广 如今春耕生产也更加省力高效 我们首先就到云南罗平去看一看 云南趋近罗平县的百万亩油菜花 相继进入圣华基 这是油菜均合并防治的关键时期 罗平县农业部门利用植保无人机 为花田喷洒药液 无人机防治 其实是现在的一种高效率 丁重含的防治方法 在罗平县这个无人机防治的成本 就相对于人工防治的成本 是低得很多 眼下正值早茶采摘季 在安徽社县吴公岭村的茶园里 茶农们正忙着抢收早茶 作为每年最早开始采摘的绿茶品种 早茶采摘越早 收购价格越高 早茶昨天采摘9斤了 价格是75块钱一斤 卖了600多块钱 比去年虾米好一点 在江西安远县静贝村的蔬菜大棚内 半个月前移栽的辣椒幼苗 整齐地排列在田笼间 叶片肥瘦 筋感粗壮 菜农们在棚内穿梭进行腹膜工作 我们的蔬菜种下去半个多月了 长势是非常喜人 然后我们要抓紧腹膜撕肥 给蔬菜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在江苏肃签十几乡 这几天 种植户正在蔬菜大棚里 移栽最新品种的西红柿苗 江苏淮安码头镇双闸村的瓜农 也在农迹人员的指导下 在大棚里喷洒营养液 查看瓜苗展示情况 每年的2月至6月 是猪环的繁殖期 近日 陕西汉中阳县 华阳猪环繁育野化种源基地 传来消息 人工种群自然繁育的猪环 相继窝巢产卵 正式拉开了2021年的孵化季 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 目前全球猪环野生种群 和人工繁育种群总数 仅有5000多只 其中我国境内4400只左右 据了解 去年华阳种源基地 猪环产下第一枚卵的时间 是3月14号 今年第一枚卵产下的时间 是2月19号 较去年提前了23天 好 本期的中国三农报道 就是这些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 农业农村频道微信微博 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